进过一帮老臣相继去世 新人已经成长了 其中最出名的 一个是胡燕的儿子胡耶姑 一个是赵疏的儿子赵盾 进商公就派胡耶姑做元帅 赵盾做傅帅 那个胡耶姑刚刚接过元帅大印 登坛典仗号令三军 他指挥得整整有条进退至于十分威武 这个胡耶姑他人是确有本事的 但是十分骄傲 此财傲物目凶一切 他有个老部下 叫做余萍 见到胡耶姑就劝着他 元帅 现在三军大将都是名门望族 或者是立了大功的老将 元帅要虚心点 多向他们请教处处迁阳 当年楚国的元帅 成德神就是死在过于自负 这个教训元帅要记住才好 这番说话本来是出自肺虎的 之忠言亦耳 那个胡耶姑一听就火了 我父子两代对晋国立下这么大功分 我现在刚刚接元帅印发号令 你就来潑冷水 想诋毁我 左右 我把余萍拉下去打一百匹鞭 一百匹鞭 打到余萍皮开肉裂 朝中的大臣和三军将领 见胡耶姑敢做法 个个心怀不满 那时候 大将杨处傅已经升为太傅了 杨处傅就刚刚出事去为国回来 一知道这件事 立即去见晋相公 对晋相公说 胡耶姑为人过于自信追求权力 不得人心 他不是元帅之才来的 赵梭的儿子赵盾 这个人有勇有谋 为人又忠心耿耿 不如就任用赵盾为元帅好些 晋相公就听从了太傅杨处傅的说话 就决定改派赵盾为元帅 第日早朝的时候 群臣上殿拜见国君 胡耶姑还未知 就放个元帅格局 神气十足来到上朝 晋相公就对他说 前段时间寡人叫赵盾做你的富水 现在寡人想调换一下 你来做赵盾的富水 那个胡耶姑一听好像一盘冰水兜头淋下来 那些国君开金口 说了就算了 没得拗的 只要叩头借恩就站在一边 晋相公当场就拜赵盾为元帅 还叫他兼管国家大事 做进国的上国 赵盾成为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拗大权的人物 赵盾的儿子赵盾 也确实是人才 他后来轻利除弊 选然任能 晋国有了他这个文无相传的人物来到治理 果然维持着霸业 百姓也十分拥戴赵盾 不过此乃后辞以后再详细说了 现在再说什么胡耶姑 做了一阵元帅 忽然间就降了做负职 他的心又不服气又妒忌 就去宫中求见晋相公来问 神蒙主公念在先父的功劳 派神做元帅 谁知忽然间就换下来 那神犯了什么罪过得罪主公呢 还是主公认为神父胡燕的功劳不及得召唆呢 晋相公就劝解着他 这个胡耶姑就硬不服气 我晋相公说一说一时失口 就将太傅杨处父那番说话说出来 说太傅说你光碧自用不得人心 寡人看你如果好好的改一下 将来还是大有作为的 胡耶姑就听到晋相公这么说 口头上就说多谢主公提醒 这些心就恨死杨处父了 我从没得罪过你 你居然做是非 害得我脱了元帅官职 胡耶姑从此起心 想找机会杀太傅杨处父来出口气 那时朝中大夫也知道有些风声 就圈杨处父 太傅你一片忠心 敢于直言 那也好 知道胡耶姑是开国元婚胡燕的儿子 朝中势力很大 你得罪他 怕会有后患 杨处父只是微微笑 执政来做当然要得罪人 我一心为国家着想 个人恩怨的事不计较得这么多 那到第二年八月 晋相公就得个重病 就快要死了 就召太傅杨处父 上国兼元帅召盾盾 来到病床前 祝父后侍 晋相公就对他两个说 寡人继承父业 多得两位来到父侍 这几年破敌国 攻秦国 抵挡着楚国 保住我们尊国八业 那也算对得住祖先了 可惜天命不长 现在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世子而高 年纪更小 望你们尽心辅助他 要保住我们 是晋国盟主的霸业 寡人黄泉之下 亦感激你们 过了几日 晋相公就去世了 晋相公死了第二日 晋国大夫就会议了 准备立世子移高为国君 那时候呢 这位要接国君之位的乙高呢 才刚刚七岁大 哎呀七岁的小孩 现在正在读小学 哈哈 这样的乙童什么都不懂的嘛 叫他当国君管理一个国家 怎么可以啊 上国照顿就说了 现在国家多难 秦国和敌国 成日想报仇进攻我们 楚国又苦视眈眈 蠢蠢欲动 晋国就不能够立一个小孩 来做国君的嘛 不如这样吧 先君的兄弟公子雍 现在在秦国 不如接公子雍回来当国君吧 各位还记得 晋文公重义有四个儿子的嘛 大儿子是晋相公 晋文公临死的时候呢 就怕他四兄弟欠君位 所以呢 就只是留个大儿子晋相公在晋国 将其他那三个儿子呢 就分别派出国外 公子雍就派去秦国 公子乐就去陈国 还有个儿子呢 就去了洛阳周天子那里 那赵盾呢 现在呢 又要接秦国的公子雍 回来接军位 谁知道胡叶姑就反对了 他说公子雍在秦国 秦国和我们是敌对的嘛 不如去陈国接公子乐回来好点啦 赵盾就说 陈国虽然和我们友好 知他国家世又离得我们远 远亲不如近论 陈国离我们近又是大国 接公子雍回来 还可以和秦国消除旧远 和睦相处嘛 朝中大夫呢 也都赞成赵盾的主意 那赵盾呢就派两个大夫 是会和先灭两个 叫他两个带一大批口礼 去秦国和秦国讲和 准备接公子雍回来接位 那那个是会和先灭呢 刚刚准备起程 有些相熟的大夫呢 就来劝他们说 嘿 现在夫人和细子怡膏都在 你们去秦国接公子雍回来当国君 恐怕不妥 到时会引起一场内乱 你们两个罪名就大了 不如现在抓病 叫赵盾另外派人去好了 是会就说 不会的 赵盾是为进国着想的 赵盾现在又掌握进国的大权 不会有人反对的 智慧和先灭两个呢 就起程去秦国了 哈哈 果然啊 因为欠国君之位 进国就引出一场内乱出来 原来呢 那个胡椰姑 一直都不服气赵盾当拳的 见赵盾派是会两个去秦国接公子雍 胡椰姑的心就更生气了 哼 当年我父亲胡燕 功劳就比你赵疏大得多了 现在你赵家居然处处开过我 胡椰姑就偷偷偷地派人去陈国接公子雍 想抢先一步 立公子雍为国君 知赵盾也猜到的 他早就派人抠到实了 一知道胡椰姑呢 派人去接公子雍 赵盾呢 立即找个心腹 带领百几人马迷伏在路上 杀了公子雍 免得到时引起曾君为的内乱 那公子雍被杀呢 胡椰姑就知道 肯是赵盾所为了 就更加生气赵盾 要和赵盾势不两立 赵盾呢 当时是上国兼元帅 势力最大 又得人心 胡椰姑一时就没他办法 胡椰姑越想越不奋气 就想到赵盾有今天呢 就是因为杨处妇 在晋商公面前 说我坏话 扶了赵盾上台 胡椰姑一套火 就发在杨处妇身上 那时呢 因为晋商公刚刚死 太夫杨处妇呢 就亲自处理喪事 就搬出去郊外 来修整晋商公的坟墓 这个机会就最对了 胡椰姑一想 赵盾杀了公子乐 我杀了她的杨处妇 出口气也好啊 胡椰姑就找了自己的弟弟 胡椰姑来商量 叫自己的弟弟 胡椰姑呢 就带上家人 就扮作强盗 留夜赶出郊外 去到杨处妇住的地方 那时杨处妇呢 就刚刚在蜡烛底下看书 那个胡椰姑就在背后一刀斩过 就刚刚斩正杨处妇的肩头 杨处妇就大声喊有差啊 那些卫士就扑进来狗 胡椰姑就补上一刀 就斩了杨处妇 那杨处妇那些卫士呢 就认得 胡椰姑是胡椰姑的弟弟 立刻就报给赵盾知道 赵盾一听就诈底不信 大声喝着说 太傅在郊外被强盗所杀 你们斗胆想诬告是胡椰姑所为 你们再说就将你们自嘴 赵盾就宣称太傅是被强盗所杀 接着就派人去安葬太傅杨处妇 过了没耐了 盡相公的葬礼就在曲玉举行 相公夫人呢就带着细子 怡高来送葬 一见到赵盾就追问了 先君有什么得罪大夫的地方啊 二高是先君定的世子 他又没什么罪过 为什么你们想废了世子 另外立其他人做国君 你们这样做法怎么对得着先君啊 赵盾就说了 这些是国家大事 不是我赵盾一个人作主的 我亦无能为力啊 相公夫人就明知赵盾要推唐 但是一时也无话可说 就愤愤不平翻扯 好了 赵盾安葬了晋商公之后呢 就带着文武百官 供奉晋商公的灵牌入庙 那时候呢 所有的文武大臣都来齐了 大家扣过头拜祭之后呢 就准备扯了 赵盾就说 慢着 今天有件大事 要在先君临前办妥 先君在世一向想佛分明 所以能够维持霸业 怎知先君还未下土 大夫胡谷居 胆敢谋杀太夫 目无国法 这些乱神策子 先君在世一定不会放过他 今天我就在先君临前 执行先君的遗分 将胡谷居 退出去斩首政法 那班武士当堂就绑起胡谷居 推出去庙外斩首示种 哇 那个胡谷居 嚇到整身打冷阵 想着这回必死无疑 这个赵盾呢 念在胡谷居的父亲胡燕的功劳 又见到胡谷居的朝中势力都很大的 所以呢 就只杀了胡谷居 就再没有说到胡谷居那份 那胡谷居出了大庙 回到家 即刻执拾行李 漏夜逃跑去了敌国 上一次啊 敌国攻打进国大拜议会 那时候呢 胡谷居曾经偷偷放走了敌国国军 这回呢 敌国就厚礼来接待胡谷居 报答他不杀之恩 那赵盾呢 知道胡谷居走去敌国之后了 他就说 我父亲和胡谷居的父亲胡燕 都是进国的开国缘分 胡燕的功劳这么大 我也不想多杀他的后人啊 如果要杀胡谷居 那天在大庙就杀了 现在胡谷居既然畏聚逃亡 我也不忍心他 孤零零一个人在敌国那里 接着赵盾 就派胡谷居的老暴客 即是被胡谷打了白皮鞭的鱼瓶 叫他带一批钱财 把胡谷居老婆子女通通送去敌国 和胡谷居团聚 那余聘领命就立刻召集家丁准备起程 护送胡谷居的家军去敌国 有些人就对余聘说 你一向对胡谷居忠心耿耿的 那次不过好心提醒他 就被他反面无情打了白皮鞭 大丈夫有仇不报枉为日 这回要你护送胡谷居的妻儿去敌国 机会就来了 你就在半路把他一家老少 斩尽杀绝他出口气也好 照顿这么多人都不派他派你去 分明是想你来杀杀胡谷居一家的 余聘说 那怎么办 照元帅不是这样的小人 他是念在胡谷居父亲的功劳 所以才派我护送的妻儿去 胡谷居曾经凌辱过我 照元帅还派我来做这件事 这就是照元帅对我的信任 你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我也不愿意辜负元帅对我的信任 再说成人之危落井下石 这也不是大丈夫所作所为 第二天余聘亲自带领兵将胡谷居一家人 连同胡家的钱财衣物 统统带一起送去敌国 胡谷居见到这样就十分后悔了 好似余聘这么有言德的人 我不会重用他 我做到今天要离乡别井的地步 都是自作自受 那余聘回来进国之后 赵盾见到他不计私守 为人忠厚 就十分赞赏他 赵盾就开始重用余聘了 那赵盾安葬完晋商公以后 就开始准备公子翁回来登位 怎知那个晋商公夫人就不肯过赵盾 每天还没天亮就抱着儿子 去到朝堂门口放声大哭 对那些大夫说 这是仙君的骨肉 是仙君立的细子来的 现在仙君尸骨都未寒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就这么忍心要赶走他 唉 一个寡妇 就带着个小孩来哭 就已经令人好心酸了 何况这位是国务来的 抱着这个是细子来的 那一帮大夫 很多都是晋文公和晋商公的老神来的 少不免又动起同情之心 有些就责怪赵盾 说他做得太过绝情了 商公夫人就知道很多人同情自己 就更进一步 上朝的时候就在朝廷门口哭 散潮之后就抱着儿子乙膏去到赵盾门口哭 这样就不止 哭了几天 他还在路上拦着赵盾的马车 跪在路口 一边哭一边说 仙君去世之前 将这个儿子拜托过你 叫你尽心辅助 现在仙君刚刚去世而已 言犹在意 你就要另立帝个做国君了 那不如就请你把我母子两个杀 免致我两母子在这里受罪了 说完就在路上喊苦喊忽 哇 国务桂一路上来求大夫 一传就传到整个晋国都知道 老百姓有些同情商公夫人 就责怪赵盾 说她对不住晋商公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这回就逼到赵盾没办法了 就只好立个怡膏做国君 刚刚那天 新国君七岁的怡膏登上军位 百官来到祝贺都未曾退朝 忽然间边境首帐来报 秦国派带队军马 护送公子雍回来接国君之位 原来前一阵 赵盾派了侍会和仙灭 带着礼品去秦国 拜见秦康公营 接公子雍回来接位 那时候秦康公就欢喜了 他一想 晋国以前两任的国君 二五和松乙都是我父亲秦穆公 帮他定位的嘛 现在公子雍又由我来跟他定位 那豈不是晋国三代国君 都是出自秦国的 那来秦国威望就更高了 再加上秦康公也想演一下国威 所以他就派白月顶统述四百城兵车 护送公子雍回回晋国 谁知晋国都已经变卦 又是立起怡高做国君 日国就不能容易煮的 这回又怎么办呢 朝中大夫有些就说 这次是我们失信用的 那不如用厚礼去认错 请他们带公子雍回去算了 赵盾就说 秦国派这么多军马来的 怎么肯罢休的 你再送多少厚礼 都没办法请他们退兵的 唉 如今世成骑虎 只好一错错到底 把秦国大军打回去 赵盾就立刻调动三军 自己亲自挂帅 就赶去拦截秦国大军 那时候秦国的大军 已经过了黄河 进了晋国边界 刚刚到了令湖的地方 迎面就撞到晋国大军开赌 那秦国还以为 晋国派大军来迎接 赵盾派去那两个大夫 先灭和示会 就立刻赶过来拜见赵盾 说秦国十分友好 已经把公子庸送回来了 请袁帅立刻去拜见公子庸 和会见秦国的袁帅白月炳 那赵盾呢 就立刻把已经立了 誓子移高为君的事 说给这两个大夫听 示会容先灭两个一听就吵了 指着赵盾来骂了 那当日是你派我们迎接公子庸 回来当国君的嘛 现在你忽然间又转口另立新军 出意反意 我是受命的秦国接国君的 公子庸就是我主公 秦国帮助公子庸回来 就是对我有恩 我不愿意做忘恩负义 不守信用之人 说完就罚咒而去 照顿见到这样 知道这回就难免要和秦国火拼 嘿呀 他先下手为强 立刻传令三军 马上向秦军进攻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